今天我跟隨樂師會來到陝西省的樓谷鎮 現在你看下多大的雪 原來今天是他們八年難得一遇的大雪 我特地來這裡學做瓊窩糖 我們一起去看看怎麼做 終於暖了一點點 我們進來廚房 這裡就是製作瓊窩糖的廚房 什麼是瓊窩糖呢 其實瓊窩糖是一種很傳統 有八百多年歷史的陝西糖果 材料只有三種東西 小米、范牙的大麥和芝麻 在明朝、清朝的時候 是比皇帝吃的工品 現在才可以這麼普及 大家都可以吃 而這個廚房這個大鍋 我們就要開始蒸米了 我們要開始蒸米了 就要開始蒸米了 這幾分鐘都要蒸米了 真的要斑 現在可以放在這裡 讓它煮一會兒 然後再搬 其實真的比想像中重很多 現在的孫師傅 就是把這些小麥冰芽 加少許水 放進一部機裡 磨碎 變成一個冰芽的漿 一個80cm乘1.2米的 這個缸就是用來發酵的 現在看到孫師傅 就是把這些剛才已經拌好了 然後那個溫度剛剛好的 小麥和麥芽漿的混合物 現在就剷進這個缸裡發酵了 那就是要發酵三個小時 這一個就是 即是這壇 很好吃 喝起來很清、很滑 還有很甜 現在冰天雪地好冷 現在喝這一個最好 孫師傅他把那些發酵的 小麥杯芽汁 一邊放進鍋裡 一邊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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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煮了它差不多有一個小時 現在我們看到它 已經越來越濃了 顏色也都越來越金黃 放一支棍下去 拿它出來的時候 還看到拔絲的效果 就意味著這個堂就快完成了 對於今天這個做瓊鍋堂的體驗 簡直是大開眼界 以及深深被傳統智慧去攝伏了 尤其是當自己 由頭到尾 真的有份去看著過程的時候 其實真的這麼簡單 發了牙的大麥 蒸熟了的小米 這些東西我們有的 其實 原來這樣混在一起 滴汁出來 甜到這樣 再煮 原來成為了麥芽糖 已經 那個就是麥芽糖 然後再煮再煮 再煮 就會一直加其他工序 就會變成了一個味道 這麼精緻 又這麼有營養價值的一個糖 其實真的是 每一個步驟都是很多很多的 勞力 智慧 還有努力在裡面 昨天什麼都未知的時候 吃這顆瓶鍋糖 已經覺得很好吃了 今天看完整個過程之後 再吃一顆瓶鍋糖 我就直接發覺 每一口都 都是特別甜 然後我們現在 就把這個剛剛已經煮好了 很神奇的 已經變成了一個半固體的狀態 這個是我今天最享受的工作 因為這塊糖很嫩 手很冷 接著就去到應該是一個最精彩的部分 我看這個步驟圖 這個就叫做扯糖 簡直是他們兩兄弟的一個組合技 我可以試嗎 你看看 顏色跟剛才整個是不同的 經過這個拉的過程之後 它就會越拉越大 也會越拉越脆 昨天做好的一頂頂的糖 哇 現在它已經變得很硬 整塊石頭 放了一晚完全乾硬之後 現在我們就要把它烤碎 我們就要把它烤到 好像成為這些薄片 另外就要把芝麻放進這部機器裡烤 一邊轉一邊烤 烤到芝麻金黃色的時候 就可以跟那些碎了的糖混合 用芝麻的熱力把這些糖軟化 然後就可以拿去搓 現在就去到下一個工序了 這個就是把糖搓在一起 把所有的芝麻和糖混合 然後每次搓完就要這樣捲起來 讓它每一層的芝麻和糖 都是混合得非常非常均勻的 去到下一個步驟 就是用這枝特製的木頭 把它硬薄 切得多這麼直 好多這些手藝一路一路失傳 我相信要保護它的話 首先我們就是要認識它 你不來這裡 你就見不到它兩個這樣拉的糖 你未試過那個味道 你亦都分辨不到手工做的 和機器做的分別 撐小龍就是樂師會 未來這一年的一個口號 亦都其中一個活動 我自己覺得無論如何 你都想不到辦法不支持 這件事 其實這個完全是一個 雙贏的局面 我們消費者就會得到 最健康最優秀的產品 農夫他們又會得到 這些經濟上的支持之後 他們又可以更加專心去發展 他們最樂於做 和他們做得最擅長的農業 何惡意不為呢 這樣 很感謝這次樂師會 邀請我一齊來這個旅程 一起體驗這件事 雖然時間不長 但是得到的感受和影響 應該可以影響我很久很久很久 希望我自己得到這些味道 這些回憶之後 亦都可以分享到給更加多更加多的人 對策異情 好對策異情 感謝的